港媒曝光梁洛诗是婚纱的消息 瞬间在网络掀起热议 多少人还记得 当年这个湾仔区小女孩 是如何一步步长大 最终摆脱豪门羁绊 找到属于自己的飞翔之路 少女梁洛诗生于简陋之家 本可以在艰苦中被磨灭光彩 幸得天生傲骨 她选择入行发展 一鸣惊人 然而演艺之路充满惊激 她再次遭遇冷遇 不久梁洛诗遇见李泽楷 这似乎是一个大好机会 对方见她骨血非凡 决意栽培 两人迅速走入爱河 生下三子后 梁洛诗获得了别样的蜕变 她看清了全市的局限 豪门的期许也不再迷惑内心 于是年仅二十出头的她 果断选择离开 保全最后一份自由 这对一个女子而言 需要极大的勇气 但梁洛诗没有退缩 她选择了自己 也选择了孩子 离开豪门 给她带来了另一番人生 梁洛诗不再是人们口中 被弃用的女星 而是在事业上重振雄风 她在镜头前 呈现了与从前不同的风范 散发出一种淡定从容的气场 成功给了她巨大的信心 她开始享受这样的心声 如今 梁洛诗以一种全新的面貌 是人 她是独立女星的楷模 有事业有家庭 却不被任何人定义 她用实际行动告诉人们 一个女人可以选择 只为自己而活 不需要衣服 也会活得洒脱 看似坎坷的命运 也无法磨灭她的傲骨 因为她心里有一个信念 那就是要用自己的方式 过好人生 不让任何人或势力左右 于是 她选择凭自己的实力 站稳脚跟 而非依靠谁施舍优厚的条件 梁洛诗给了我们太多启发 一个女人 其实可以选择自己的路 而非被迫进入 别人铸就的金丝龙 她告诉我们 决绝是一种力量 我们每个人 都应该为自己的dream而战 也许过程并不容易 但回头看时 我们会为自己曾经的勇气 感到欣慰 梁洛诗没有被财富冲昏头脑 始终保持住 相对独立的心态 她明白 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所以 从容放弃了很多人眼中好的选择 这种判断力和洞察力 对一个女子来说别具意义 她的经历告诉我们 爱情不是全部 如果一段感情已不适合 勇于决绝也是一种成熟 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 为自己争取应得的尊严和权利 而非卑微讨好 梁洛诗的勇气 其实也在每个女子心中 梁洛诗以她的故事 成为了当代女性独立的楷模 她用实际行动证明 女性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获得成功 不需要衣服 才能生活的体面幸福 对于广大女性来说 梁洛诗的经历 带来了巨大的正能量 她告诉人们 不要被外在的金钱或权利所迷惑 要时刻保持理性和独立的判断力 也不要为了所谓的虚名或荣誉 而扭曲自己的本心 生活中 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选择 梁洛诗的故事教会我们 要勇于追求内心的声音 即使过程艰难 也要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而奋力前行 她的决绝与坚定 恰是当今社会女性所缺乏 而又急需学习的品质 梁洛诗用她 34年的人生演绎了什么事 真正的独立自主 她选择了自己的路 也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这种洒脱与从容 对每一个女性来说 都是宝贵的精神寄托 梁洛诗值得被铭记 因为她代表了当代女性进取 和独立的精神面貌 她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但她所展现出来的勇气与果决 才是对女性最好的鼓舞和启发 梁洛诗和李泽楷疑似再度和好 两个人被媒体拍到一起 现身在医院 有人猜测梁洛诗又怀孕了 打算给李嘉生下第四胎 这样的消息 让网友纷纷评论梁洛诗的豪门之路 走得堪称教科书级别 手握三张王牌 用四胎打出了一个王炸 梁洛诗和李泽楷两个人的感情经历 一直备受瞩目 梁洛诗为李泽楷生下了三个儿子 但是梁洛诗一直都没有走进李家的大门 两个人的爱情故事是怎样的 梁洛诗怀了四胎的传闻 是不是说明两个人好事将近了 一 生下三子 梁洛诗在年仅12岁就被演艺公司签下 16岁的那一年出演了他的首部电影 因此正是出道演艺之路可以说一帆风顺 因为在自己刚出生不久 父亲就去世了 从小就没有体验过家庭的温暖 所以在他心里一直向往幸福的家庭生活 他惊人介绍认识了李嘉诚的二儿子李泽楷 两个人初次见面 梁洛诗就被李泽楷出众的才华 还有温柔的性格吸引了 在当时梁洛诗年仅19岁 就在香港的演艺圈已经名声大振 李泽楷也早就对他有所耳闻 两个人初次见面 李泽楷发现梁洛诗比屏幕里更加美丽 两个人因为互有好感 很快进行交往 两年之后梁洛诗就为李泽楷生下了大儿子 虽然一直没有名分 但是梁洛诗一直很理解李泽楷认为他有苦衷 就一直没有催促 生下下大儿子仅一年之后 梁洛诗又为李嘉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 梁洛诗本以为自己生下了三个孩子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李泽楷也应该没有任何理由 再拒绝给自己一个名分 二 遗憾分手 可是事与愿违 外界等来的不是两个人宣布结婚 而是宣布分手 梁洛诗当时承受住外界巨大的压力 各种舆论的声音对他嘲笑 暗讽甚至谩骂 他无力承受 梁洛诗因为一直没能有一个正式的名分 心里一直耿耿于怀 李泽楷的态度也含糊不清 这让他身心俱疲 最终只能狠下心来结束这段没有结果的感情 三 高调付出 梁洛诗和李泽楷分手后 据外界传言 两个人签下了一份特殊的协议 协议的内容大概是要求梁洛诗带住三个孩子出国生活 更有传闻 母子四人在加拿大每年有高达千万的赡养费 梁洛诗在国外的生活一待就是将近八年 后来他置身一人带住三个儿子回到了香港 梁洛诗回到香港第一件事 就是重新拾起自己的演艺事业 对外宣称付出演戏 可能是因为想要找到关于人生的价值 也有可能不想再继续被人养 那段时间他对于自己的独立热情高涨 接连拍了两部电影 在他回国后有很多次采访 问过他会不会后悔自己在演艺事业的大好时光选择生孩子 他每一次的回答都很坚定 梁洛诗表示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 依旧会选择现在的人生 要对自己和自己的孩子负责任 这样的回答让很多观众看到了他坚强的一面 四、好事将近 回国后梁洛诗也并没有和李泽楷同况出现 然而有一次被媒体拍到两个人一起现身在香港的一家医院 照片中梁洛诗的小富龙起 疑似再度怀孕 这让外界纷纷猜测两个人或许早已复核 不仅如此 媒体也曾拍到两个人一起逛婚纱店 梁洛诗在媒体上分享的日常生活的照片中也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梁洛诗手上带住一个很大的鸽子弹 外界纷纷猜测是李泽楷送的 种种现象都证实了两个人好事将近的事实 有人评论说 梁洛诗多年的心愿终于要实现了 三个孩子都莫能嫁进李家 第四个孩子的来临让李泽楷再也守不住内心的防线 还有人说 李泽楷这么多年身边的女性莫断过 但是只有梁洛诗生下了孩子 足以见得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再加上李泽楷年纪也不小了 内心应该也很想有一个稳定的家庭 外界传闻的真假 我们作为旁观者无从知晓 如果是真的 对他们表示真心的祝福 多年的爱情终于能够修成正果 如果只是谣言 希望梁洛诗都能有一个好的归宿 从小就没有感受过家庭的温暖 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 他能在几个儿子身上感受到家庭的快乐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